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坐轮椅回剧组被偶遇,腿部受伤依然坚持拍戏,敬业精神获夸赞。 2月9日,有网友爆料,偶遇到杨子坐轮椅下班,好像是拍戏腿受伤了,该消息一出,引发很多粉丝担忧。 从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到,杨子身边围着多位工作人员,一位助理帮忙推着轮椅,另外一位用伞挡在前面,杨子坐在轮椅上,估计是不想让粉丝担心,但还是被拍了下来。 从片场的照片可以看到,杨子走路都需要两个人搀扶,可见腿部并非轻伤。 杨子穿的是校服,扎着高马尾,虽然照片模糊,但依然非常漂亮,如同少女一般,完全看不出年龄。 与此同时,另外一名网友在菜市场也遇到了杨子,虽然腿脚不方便,为了不影响拍摄的进度, 杨子一直咬牙坚持,敬业程度让人佩服。 对此,不少网友都送上了祝福,希望杨子能够早日康复,拍戏磕磕碰碰很正常,杨子从来没有卖过惨,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他的作品。 据悉,杨子正在拍摄新剧《199爱》,该剧由他和范城城主演, 于去年12月开机,春节期间放假了一段时间,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当中。 有网友也偶遇到了范城城拍摄路透,当时他头戴鸭舌帽,身穿黑色短袖,一双大长腿十分抢镜。 还有杨子和范城城同框的画面,当时杨子穿着校服,梳着高马尾,范城城头发乌黑浓密, 路人士脚下依然帅气十足。 《199爱》是一部都市青春偶像剧,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杨子与范城城的表现, 他们是首次搭档,不知道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泥。 杨子是大家看着长大的童星,当年一部《家有儿女》让大家记住了这个活泼开朗的女生, 后来杨子相继出引了一些作品,但存在感并不高。 杨子曾说过,有一段时间自己非常焦虑,一度陷入无戏可拍的尴尬境地。 直到杨子出引了《香蜜沉沉浸如霜》后,人气再度回升,成为了《90后当红小花》。 就连宋丹丹也说过,没想到杨子现在会这么火,并且向她道歉, 当年不应该说杨子不适合当演员。 当然,杨子能够拥有现在的一切都离不开,自身的努力, 这几年,杨子戏约不断,多次登上春晚舞台, 目前手上还有多部带播剧,包括《长相思》《烈独青三行》。 最后期待杨子的新剧早日播出,也祝她在娱乐圈发展得越来越好。 杨子拍新戏腿摔伤,肖战第一时间想过去照顾,不料被杨子拒绝。 杨子最近在拍摄一部新戏时摔断了腿。 肖战得知后非常紧张。 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关心他的病情。 幸运的是,新剧完成了。 肖战想飞过去照顾杨子自己,被他拒绝了。 杨子说看过医生,身体没问题。 他只是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是肖战说要放弃了, 叫他注意安全,保持腿的良好状态一起拍戏。 肖战,杨子后甜花絮。 还是杨子有办法致肖战开心地拍立得,永远也忘不了的回忆吧。 哪里有演戏,简直就是你俩的修罗场,剧里为什么不这样演播出来呀? 为什么不播,这个剧是多么正能量偶像的剧, 不管大人、青年、少年都可以看看的剧真的, 我觉得就应该弘扬这种正能量的东西, 引导学生年轻人选择对的事情去做,去模仿, 不是跟那些俗套的剧情,家庭伦理道德底线都没有的剧, 什么小三浮正了,看着全家都被牵扯进去, 很多人都不想离婚的, 我觉得那样的剧反而给了没有勇气的男人女人勇气去离婚, 逃离那种窒息的家庭氛围, 还是于申请多指教三观证, 希望更多的人选择证据去看看, 多看到正确的选择婚姻幸福生活。 放开她的腰,我妒忌了,你俩这样好吗? 肖战的搂腰动作真的羡慕极度, 一个手全搂过来了,把杨子吃得死死滴, 别动了,你全是我的,杨子太危险, 后面是不是应该抱着走进卧室呢? 导演却没有这样演, 还是一部正能量的剧, 真的是很好的引导我们不能出错, 错误也需要走入婚姻殿堂后再去发声, 恋爱还是需要坚守承诺, 不去碰触雷池半步, 在最高潮的时候, 回复到不办错事的上面, 真的是我欣赏的剧,人,是。 杨子你这样对肖战点有多少人妒忌你呀? 你看看肖战乐开了花? 哪个开心的镜也不一样, 从未见过的样子, 现在再也不会看到了吧? 两小只能说是真的开心拍戏, 把剧情吃得透甜的恋爱故事情节, 让所以人都感觉到了甜甜的恋爱, 真的是选择了他就一起开心快乐的幸福生活。 肖战太幸福可以亲我的小可爱杨子, 不要太甜辣, 你俩不知道还有一群人在呢? 盯着你俩还能演这么自然, 假的吗? 亲亲老婆, 也就你俩这样不油腻, 反而是新春荡漾起来吧? 是不是闻到了, 味到了杨子香香的味道, 所有人都说杨子是真的浑身, 都散发着迷人的香香甜甜的味道, 好奇这个感觉是所有人给出来的答案, 这样抱着杨子的肖战怎么会不心动, 怎么会没有自己的感觉, 感受, 真的对很久没有谈恋爱的人来说就是考验, 这个恋爱谈的真的是引导了两位朋友余生也要一直陪伴的走下去。 这里还是肖战沾光了, 怀里有美女抱, 以为没有别人呢? 看到了一只手, 有外人呀? 看到了确实有外人, 但是对你俩来说都不是妨碍你俩拍立得拍照的感觉, 真的太可爱了, 杨子就是一直给我他在戏里戏外都是真实的存在, 不是因为演戏不拍了就换个样子, 真的是非常好的演戏演员, 戏里戏外都是一个样子, 让陪着他一起演戏的人也更真实的感受自己所演的角色塑造完美结合起来, 难得的是遇到一个好搭档是多么的重要。 这俩人拍从来都不看旁人的吗? 太开心啦, 花絮比距离都甜, 这里还有看照片, 肖战说我们家基因好不然是事。 肖战你的是事我好想知道后面的剧情, 能不能演出来呀? 压倒杨子继续演呀。 我太想看了, 点到为止最勾心, 你俩一起也是牛人, 怎么能看出来这是演戏? 简直就是期待直报表呀。 期待后面的剧情继续进行表演。 太想看看你俩眼床戏啦。 是真心的想要看看你俩砸眼。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